歐樂軒剛在補選勝出 有市民星期二日品高等法院 司法覆核歐樂軒的參選資格 自他以往曾提倡港獨及自決 並在2016年焚燒基本法 要求推翻選舉主任 確認歐樂軒參選資格的決定 其實歐樂軒先生有關的行為 自2016年開始已經廣泛報道 再者還在選舉論壇上 他亦承認燒基本法 最初他不認 後來終歸要認 但同時亦表明不排除再燒基本法 其實在311之前10日 已經向選舉主任投訴 他沒有理 因此在5日前再向選舉本委會主席馮華再投訴 亦沒有受理 沒有積極回應 因此在3月10日再向他跟進 為何會站出來 我剛才說了 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我見到歐樂軒做了這麼多事 我盡一個香港人的市民 香港市民的責任 歐樂軒落去借票的時候 否認有消過基本法 我們只不過是一張 一張基本法附件3的福本 而且福本只不過是一張採印的A3紙 這張採印A3紙 亦當中沒有任何內蠻 而當時我們所做的行動 我們的目的就是來反對人大釋法 因為我們不認同人大在本地法院審議梁柔案件前 就來到啟動釋法程序 他說不同意北京做法 不等於不擁護《基本法》 強調自己會按法律要求宣誓 希望對方不要對選舉輸打贏要 東網記者李冠林報導 還有